11月10日,新時代黨的智藏方略的實踐及其歷史性成就白皮書發布。 據白皮書介紹,2022年西藏地區市產總值達到2133.64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比2012年增長1.28倍。 應該說這個白皮書發布對波士美國差是我們西藏事務干涉中國內政應該是發出的最強音。 那我們就知道西藏事務是中國的事務,西藏自古就是中國一部分。 我們西藏的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各個生態各個方面都在持續的向好。 這是有目共睹的,特別是民生改善的一塊應該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張雲表示,西方很多媒體包括政客都有去過西藏,了解真實的西藏,但很多人都放任謊言在世界傳播。 比如裴老新,他也去過,但他回去照樣,因為這反映了他們的本質吧。 就是不希望看到中國好,不希望把真實的事實傳播去。 那白皮書我覺得很好地呈現了是非,把這些很多他們造謠歪曲的事情都給,把被顛倒的東西給顛倒過來。 在脫貧攻堅過程中,西藏通過促進農牧民轉移就業舉措,確保農牧民持續增收。 張雲表示,老百姓是真正的受益者,不存在強迫農牧民接受職業培訓並轉移就業。 因為我們每年都去西藏,而且不止一次的去西藏,包括提到的那些職業培訓學校呀,一些就業方面的, 我們其實都親眼看到了,也聽到了。這個真實的情況是,農牧民歡迎,政府積極的支持,老百姓是具真正的受益者。 根本不存在這,有人去強迫一個人去給他強迫培訓他技能,讓他去就業,這種事兒,我覺得他們是腦洞大開。 據白皮書介紹,為實施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和異地搬遷,2016年以來,累計安排中央財政補助資金17.06億元,完成農牧區建黨利卡貧困戶等四類重點對象,4.36萬戶微房改造。 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徐武達表示,異地搬遷徵求了群眾意見,解決了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問題。 據白皮書顯示,2019年底,西藏累計實現62.8萬建黨利卡貧困人口脫貧,74個貧困縣區全部摘帽,徹底擺脫了絕對貧困問題。 現在沒有發生,就是說我們已經脫貧困人口的再反貧的問題,對於我們一些新增人口的我們進行的這個識別,進行了我們就是政策的幫覆,確保這部分人口我們徹底的,就是說防止陷入反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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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